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扎根民间的音乐会 几代传承人的守望和坚持 敬请收看本期《非移中国》之曲家莹音乐会 城市里我们所熟悉的音乐会截然不同 它是民间乐师们用中国传统的乐器 来运送的一种神秘乐谱 听上去就像弦云野鹤遨游天外 今天就请您跟随我们一起走进这迷人的乡村音乐会 屈家迎孙普通的一天又开始了 明天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是春节气氛的继续 也是春耕生产前的欢庆 村子按照老惯例 要为村民进行音乐会表演 作为音乐会长的胡国庆 早早起床后 边收拾着自家院子 边想着音乐会要安排的各项事情 这两天他要忙了 从小都喜欢生这个了 我一开始是出笛子 后来打击也去了 胡国庆今年62岁 他是屈家营音乐会第四代传人 徒弟们像往常一样 用来家里向师傅学习 虽然今天事情很多 可是教徒弟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件大事 八九年上这个大官员演出回来以后 那么大伙选举 出家我当着会长 音乐会是师傅请徒弟 打老费就这样 因为这是民间的一个业组织 他问题他不挣钱 只能往里运回 师傅要四处请徒弟来学 这已经很新香了 教徒弟更有讲究 新人入会学士 不允许动乐器 首先由师傅教谱 念唱功词 一板一眼 一哼一哈 非常严格 要求每首乐曲都能念会背 然后才可以在乐器上实践 这些神秘符号的简单罗列 却可以让师徒三人给运送出乐曲来 徒弟们离开后 老胡急忙着急 明天元宵节表演的部分乐师们 在音乐堂里集合 准备进行一次排练 排练和交徒弟一样奇怪 大家不用摆弄乐器 只在一起运送普针 乐师们没有全部到齐 有的还在打工的地方 明天才能过来 但是这些不会妨碍排练的正常进行 秘密就在这谱子里 排练完 老胡又急急忙忙 赶到临终树家 去商量明天的表演安排 天已经暗下来了 我们明天吃早饭 明天吃早饭 八点晚 九点八点晚吧 也挺遗憾 拿着商 中午也有饭 中午有饭 晚上有饭 过面啥林长 注意赶过面变形事 林忠树老人今年73岁了 音乐会很多事情 老胡一定会来找老林商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 老胡是接了老林的班 老林是音乐会的管事 大概就是推广人的意思 他在村子里可是个传奇人物 1985年 林忠树还是屈家迎村的村长 那个时候 音乐会还默默无闻 鲜有人知 只限于 在这个静落太古的小村里 自娱自乐 虽然不会乐起 不懂运谱 老林却觉得 这个东西一定是个宝贝 于是他决定 要去北京找专家做鉴定 从85年冬天开始 到86年3月 八堂进北京 鉴定之路非常不顺利 找不对部门 没有人管 老林吃了很多闭门羹 这八堂才找到 中国艺术研究馆 音乐研究所 乔建忠老师 直到找到了音乐研究所 老林才算找对了人 1986年3月28号 乔建忠带队一路颠簸 进入屈家营村 对音乐会做首次采访 随行的摄影师 用刚刚出现的彩色照片 记录下了民间乐师们 为岸而坐的演奏现场 在当时 他们中年长者已有八十多岁 最年轻的也近五十了 他也是没有预料到 用你演奏的这么高的数据病 他也没有预料到 保存得相当完整 是乐器扑子 都保存得挺完整 老乐师们一个个裹着 鼓鼓囊囊的棉袄 在春寒料鞘的露天农院里 把准备了几辈子的音乐 第一次郑重的展示给了世界 乔建忠回京后 就马上安排 学生来村里做详细研究 1987年 一篇曲家营音乐会的调查与研究 如同投入壶中的一块石头 激起圈圈涟漪 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赵峰先生 他在音乐界也有非常高的威望 他每年都去 总是带上两瓶好酒 他说 我希望娶了父老乡亲 千万别当白鸭子 把他传成家具 国家级学术机构 中央级媒体宣传和商界团体 分支塌来 村子一时间热闹起来 每年的3月28号 曲家营人 把这一天当作他们村里的一个节日 这是民俗史上绝无仅有的 可以说是曲家营是一个要因子 引申出我们对这个地区的民间音乐组织 一个巨大的矿场 引起了整个学界的关注 明天的演出会有媒体和专家来采访 每一个细节 两位老人家都不能忽略 老胡还在联系在外打工的乐师们 还有张罗长帝 运输 伙食等等事项 一天下来真有些疲惫了 第二天 老林和老胡起了大早 一会儿表演要在音乐堂进行 有些村民已经早早过来了 今天 沐浴在前日氛围下的音乐堂 格外古朴典雅 他与老林 可有一段不得不说的故事 我就想 改个回堂 但是想是想 不是那么好办的 为音乐会赢得荣誉后 老林没有就此打住 为了给乐社建立一个常年活动基地 一座现代音乐厅 他又开始了四处的游说 我又找找院长 又给写了一个盖音乐堂的题呢 他说回堂是格基 都不见 不好人的人啊 挺难的 是盖着盖着 没钱了 听了 听了 大概 格基领导 都非常关心 在政府和企业的资助下 数百平米的音乐厅 终于助力于村头 当这座农民营造的 崭新文化空间 飘出声管乐时 全县都为之自豪 感觉有责任 对这块 传承这块 让更多的人了解音乐会 知道的音乐会 应该设施 我们进行了改善 下一步呢 咱俩总得把这个 所有的音乐会的人 进行编制 从生活上 给这方面 有一个保障 咱们达到传承的目的 曲家营 是河北廊坊地区 顾安县 一个普通的农业自然村 地处济中平原 位于北京 天津和廊坊 三大城市的中间地带 据有关记载 曲家营村 大约形成于 明代永乐年间 曲家营音乐会 已经在这里 生根发芽 五百多年了 曲家营音乐会 是我国目前 保存最完整的 古代音乐之一 尊师旷围祖师 是亚俗共赏的 一种吹奏打击乐 这种音乐会 它是民间的 这个农人的 自己的一种组织形式 以村落为 单位 基本单位组织的 这种会设 它不是那个 音乐厅演出的 那种音乐会 不是那个 这是学会的意思 乐曲既有 金谷七鸣 万马奔腾之音 又有半夜钟声 宁静志远之乐 物心定性 何道清虚 真可谓达到了 八音客谐 无相夺伦 神人已和的 至高境界 主要用于 民间的 一个是庙会 祭祀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三藏 中国人祭祖的习惯 由来已久 我们相信呢 祖先还会保护我们 我们也希望 他在另外的一个 之间能够生活得更好 音乐会演奏乐器 有管 笔 声 脑 灵 茶 搏 当 和云螺 现存 现存十三支套曲 二十支小曲 和一套打击乐 他展示了一种 乐会 乐会定邀 入宫演奏 康熙皇帝 遇刺八孔玉管 沿用至今 完好无损 这种 寂寥昂贵的乐器 绝不是民间的生产 它一定有一点 宫廷的源源 这不是民间乐 是传承的音乐 一定是宫廷的音乐 这就是北京周边的 民间乐社 具有如此高的 艺术价值和历史含量的 最多原因 它的存在 因为从它的艺术 从它的社会价值 你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它都是具有的 非常非常不可的替代 非常重要的 2006年 屈家营音乐会 入选国务院 公布的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 他们现在 有一本非常珍贵的谱子 这个谱子呢 是超于1948年 在曲家营的乐谱前面 有这样一个记载 就是我们是第四次续谱 神秘的公尺谱 谱字为上 齿 公 樊 六等 另有 鸭 蛙等 阿口字 使旋律 异扬顿挫 更有特性 和我们在这个超于933年的 东黄藏青洞的藏谱 写法上 完全一样 可见这个传统 在民间 是一脉相承 从来没有断 剧谱涵涵浆江西 穿之河北 唯恐十存 是完后时间等 几天保存 万一五十存 这是老人 不服我们的话 我们这公尺谱呢 它是这个 在宋代的 这个 在民间 是一脉谱的 既谱方式 这六 六都是现在的刀 这都是简谱的刀 这一呢 一都是简谱的这个 咪 这五是这个简谱的锐 两 吼 吼 吼吼 吼 吼吼 吼 公啊 公啊 了的了 了好 一呀 车 一呀 吼 吼 一 一一 山 一的 一山 一呀 吼 一呀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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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流 吼 在 A是啥 这没在谱子上 在A叫二口 是师父家的 这谱子 这是这个 我们演艺会的这个 打击乐的谱子 跟初演奏的谱子 等于它 都是这个 你看这圈 圈 它有点筒 转转茶 这三勺子 转转滋 同啊 同啊 捉一个捉 捉 是捉通通 茶一个茶茶 茶里 通通 紫 茶 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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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一地 捉通通 茶一个 茶茶 三茶的 茶通通 茶里 茶一个 茶通 茶 通通 滋 里 通通 茶 通通 紫 里 茶通 滋 通 茶通 通 茶一个 茶茶 正是这些神秘的 祭谱符号和演唱方式 保证了一个庞大乐队的演奏 没有任何人指挥 也可以做到起程转合 天衣无风 中国音乐系统是一个流谱和口传的关系 它必须还要加上人的来弄枪的过程 我们因为政府的提倡 也多给我们一部分资金 不但给他们提供一些乐器 为了把他们的乐谱 都用现在的印刷方式保护起来 曲家营把古老乐司 融入世界俱乐部欢宴中的流畅大曲 汇入冀中平原 那千条万条奔跑的足迹 成为一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旋律 3月28号的纪念日马上就要到了 老林和老胡又在为音乐会的举办忙碌了起来 迎来送往掐指一算 这已经是第28届了 接下来这些民间乐师们 还要去到英国和更多的国家地区来表演 让我们向这些传统文化的民间守望者们致敬 也希望年轻人可以接过老辈人的乐器传承下去 而这也正是曲家营音乐会 生命力的依托所在 非议中国想闻名致敬 为传承喝彩 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